各位国学堂的朋友们大家早安 今天和大家继续分享论语微子篇第九节 这里提到一些人名 第一位提到是大师 什么大师呢 这不是文学大师 也不是其他的大师 是管阅的大师 大师管阅的大师 那这个大师呢在当时是官名 管阅的大师智 真智的智 这个人呢离开了鲁国 到齐国隐居去了 不是谋救更好的职位啊 是退隐了 亚饭干释除 这里的饭不是吃饭的饭啊 是管阅里面的官阶 等同于副首长 那这个人呢到楚国去了 三贩地位 三贩地位再次一等的 辽到蔡国去了 四贩再次一等的官位 缺到秦国去了 下面提到古方收 古方输 古是打鼓的鼓手 中国古代音乐的鼓手啊 那是合奏里面的指挥手 很难的啊不容易的 这位鼓手呢到黄河上游一带去了 另外有一个摇 渤浪谷的武 到了汉水 长江一带 邵师阳 和另外一个叫乡的人 出海到海外去了 我们也不知道啊 他们具体要干什么 但说了这几个人的行踪 那为什么出现这一段话呢 就表示一个国家社会 在变乱的时代 人才散了 散活了 人才都散了 那这个社会就有问题了 因为管好这个社会啊 一个人唱独角戏 肯定唱不出 唱不起来的 没有人才 那怎么执行呢 这是一个可悲的状况 第十节 第十节提到 周公 训诫他的儿子 鲁公 说 君子不失其亲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作为一个领导者 不要好处 只想到自己的亲人亲信 要不然呢 别人心里面会有怨恨 不失大臣怨呼不已 你手底下的人呢 不能心里面怨你 表面说说好 心里面怨你 那肯定啊 将来有一天会背叛 怨你可不行 一定要处理 你不能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傀儡 故旧无大顾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故旧无大顾 则不弃也 故旧和你一同创业 有功的人 现在老了 头脑可能不如年轻人有用 但是呢 只要他们无大顾 没有犯重大的错误 则不弃也 不可以离弃他们 不可以舍弃不用 他们曾经出国力 甚至可能身家性命都赔上 今天老了 你不可以丢弃他们 绝对不可以 不能抛弃这份友情 这样别人待在你身边 才觉得安稳 下面还有一句话 无求备于一人 意思说 你不能够责备求全 你不能要求每一个 跟在你身边的人 都是圣人 又能打天下 又能守城 同时还是圣人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不要责备求全 对别人有时候稍微近视一点 不要责备求全 十一节 周游八世 周代 八百年 除了有江太公 周公以外 还有几个重要的干部 有八个 周游八世 周朝八百年 奠定了周朝八百年的天下 所以这几节就告诉我们 人才的重要性 人才 要留住人才 不要求全责备 人才的重要性 要防备人才离散的这种情况发生 要反省自己 要磨练自己 如何善待人才 善用人才 留住人才 这是一个人成功 很重要的一点 好 分享到这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